第四十五章 蓬萊 傍晚時分 一條小舟悠然橫在水波之上 舟匪悠然地坐在船弦上 他早就不是被一根長槳弄得團團轉的汗鴨子了 偶爾信手撥弄一下 小船便直直地往前走去 溺水而行了一整天 便來到了一大片島礁之地 他不知已經來過多少遍 既不需要地圖 也不必有私難 閉著眼便能令小船左拐右轉 穿過一個令人眼花繚亂的石頭鎮 隨即又鑽入了一個只堪堪能過的石洞裡 他放下船槳 任憑水流推著小船行徑 其中拐了幾道彎 水路越來越窄 越來越淺 直到船已經沒法再走 他便將小船停在潛水裡 輕輕一躍跳上了黑洞洞的岸上 摸索著在石牆上推了幾下 喀答一聲清響後 山石上竟憑空開了一道門 步入其中 走上約摸一炷香的功夫 前方竟豁然開朗 露出一片島上防射來 有個老漁夫正在曬網 見他來 絲毫也不吃驚 輕描淡寫地衝他點了個頭 說道 周丫頭 來得不巧 那小子前幾日醒過一陣子 本想等你幾天 實在不成了 昨天才剛回去閉關 周匪不慎明顯地叹了口氣 說道 路上遇上點麻煩 那老漁夫伸手指了指一處天然礁石山洞 快去吧 留了信給你 周匪卻沒有動 他像是個走了很遠的路方才歸來的旅人 心裡未必不歡喜 只是十分疲倦 累得見了日日牽掛的親人也不想言語 聞到久久思念的家常飯菜也不想吃 看起來倒像是無動於衷似的 他在水邊站了一會兒 見細碎的浪花來而往復地拍著岸上的礁石 一部分魚網落在了水裡 隨著水面起起伏伏 時而沉浸到蒼白的泡沫中去 泛著異樣的光澤 好伴上 他用碎遮輕輕地戳了戳地面 摸出一個小瓷瓶 說道 我找到了傳說中的朱鳴活微草 托毒廊中磨成了粉才帶回來 不知道有沒有用 周匪當年從周以堂那兒拿到了地圖 便跑去把梁少的墓穴挖了個底朝天 梁相爺也是慘 生前鞠躬盡瘁 死後不得安寧 那墳被人刨過不止一次 周匪去的時候 連他的屍骨都沒找著 棺材蓋也給掀在了一邊 晾著個空蕩蕩的三長兩短 十分淒涼 好在先來的訪客找東西很有目的性 大部分陪葬品並沒有動 周匪將和大藥谷有關的東西都拿了出來 有用地送到了蓬萊 其他的便乾脆賣了個人情 送去給了櫻河叢 這些年 他對照著昔日走篇的奇才《屢潤》那本《百讀經》《暗途所記》 走過無數人間奇軌之地 還跟同開陽結下了深仇大怨 自己也混成了半個奇珍草藥的行家 結果卻好似總是不盡如人意 治標難治本 有時候周匪也會想 如果他是謝雲 他願意像這樣吊著一口氣 大半時間都在昏迷中度過的活著嗎 只是想一想 他都覺得自己要瘋 思緒這麼一拐 周匪便常常覺得灰心得很 可是他心性裡偏偏又有點小偏執 雖灰心 卻始終未死心 灰一晚上 第二天總還是能鬼使神差的死灰復燃 謝雲清醒的時間很短暫 剛開始 不過是被他島上三位長輩以內力療傷時逼醒的 幾乎沒有意識 這一年來 用了《百讀經》中所載 以奇莽膠膠膽做的膠香 方才有些轉機 已經能起來活動一陣子了 可惜 周匪緊趕慢趕 還是沒趕上 周匪輕聲道 我還沒找到同名大師說的那種內力 老漁夫不怎麼意外 專心致志地拉扯著手中的漁網 頭也不抬地說道 我聽你進來的時候 腳步略沉 似乎有些遲疑不絕 便知道沒什麼結果 傳說中的蓬萊仙 其實有四個人 當年有一位前輩為了救謝雲 瞞著其他三人傳了功給他 已經過世了 到如今剩下一個高僧同名大和尚 一個混跡國子見 熱愛巫人子弟的林夫子 還有一個便是這老漁夫 這做漁夫打扮的老人名叫陳俊夫 名字與樣貌均是平平無奇 說出去也未見得有多少人知道 可他做的東西卻是大大有名 譬如早年山川劍為自己夫人定作 後來落入了青龍主正羅生手裡那件 刀槍不入的沐雲紗 相傳此人有一雙能點石成精的手 機關 兵器 寶衣 無所不驚 比起說話總是打禪機的同名大師 不找四六的林老夫子 周斐比較願意和這位陳老聊天 三年多 即使周斐天生是個愛跳腳的性子 也在屢次失望中淡定了 他與老漁夫一站一坐 嘴裡說著喪氣的話 臉上卻沒什麼波澜 好像只是和他閒聊家常一樣 周斐問道:「陳老 我要是到最後也找不到怎麼辦?」 老漁夫摸出一根樣式古怪的梭子 以叫人看不清的手速 在一層網上置另一層網 他用的餘線極細 好似比傳說中 物層紗衣可見胸口製的仇段還要輕薄 陳俊夫手雖快 話卻說得很慢 他靜靜地說道:「老林頭第一次見你 便要出手捉弄 當時你拿他一點辦法都沒有 現在不過兩三年的光景 他已經不敢隨便惹你了 你可知為什麼?」 周斐雖然是個武癡 卻也總又不想討論武功的時候 文言厭厭地說道:「不知道 全怕少壯?」 也沒準是他老人家知乎者也念多了 越活越回去了 陳俊夫伸手輕輕一拉餘線 餘線便乾脆俐落地被他截斷了 憑摊在地上的大魚網動了動 著眼的光芒花的一下 潑灑式地流了過去 他抬起幽黑的臉 瞇著眼對周斐笑了笑 說道:「因為別的人或是走上坡路 或是走下坡路 或是原地不動 腳下起起伏伏 都有著落 你卻不同 你走的不是斜坡 是峭壁 時階之間沒有路 只能拼命縱身躍起 每次堪堪抓到上面的石頭 再掙扎著爬上去 萬一爬不上去便只好摔成粉身碎骨 這是置之死地而後生的路 我問你 你怕過嗎?」 周斐愣了愣 隨後點頭道:「嗯 怕乃是人之常情 可是偏偏他被蟹陨傳染了一身霉運 每次身靈險境 都好似被卡在石頭縫裡 想要不被困死原地 只能一往無前 怕也沒用 陳俊夫問道:「那怕的時候 你怎麼辦呢?」 就假裝我其實已經在高一層 或者更高的石界上 假裝到自己身性不遺時 便覺得眼前這一步不再畫下了 周斐明明嘴唇 衝陳俊夫一點頭 勉強笑道:「知道了 多謝陳老指點。」 指點什麼 不過是教你自欺欺人的好受一點 快去吧 陳俊夫衝他白白手 重新忙碌起來 周斐轉身走進謝韻閉關的洞府中 剛到門口便已經覺得熱浪撲面 一股奇特的香味從中透出來 正是焦香 據說普通人在裡面打坐片刻 蹭幾口焦香 內功修為能事半功倍 只是不能久呆 否則會對經脈有損 洞府中被蓬來這幾位才大氣粗的老東西弄得燈火通明 牆上半個火把都沒有 全是拳頭大的夜明珠 周斐一進去先愣住了 只見上次他來時還光秃秃的石碑 被人以重彩畫了一片杜鵑花 畫功了得 那烈烈的紅幾乎能以假亂真 怒放了一面牆 絢爛至極的往人眼力撞 生機勃勃 好像一陣風吹過去便能翻起火焰式的紅浪來 叫人看一眼 胸中不散的鬱鬱便好似輕了幾分 焦香繚繞中 一個輕瘦了不少的人安靜地躺在上面 蒼白的臉色被牆上的畫印得多了幾分血色 手裡握著一塊飛紅的暖玉 周斐緩緩地走到他身邊坐下 感覺整個石洞熱得像個火爐子 就大冰塊謝韻身邊還能量快點 他抬頭瞄著牆上的畫 對謝韻道 你畫的 還挺有閒情意志 躺著的人自然不能答話 但周斐的目光掃過整一面牆的紅杜鑽 在角落裡發現了幾行蹄字並落款 先頭提了一句白樂天的 回看桃裡都無色 硬得芙蓉不是花 後面又道 經一場大夢 夢中見滿眼山花如斐 如見故人喜不自盛 落款是想得開居室 周斐看見想得開三個字 不由自主地笑了起來 接著 他看見旁邊小桌案上放了筆墨紙燕 便從石床邊跳了下來 步履輕盈地轉到小桌前 翻看謝韻給他留的信 只見桌面上攤了幾張畫 頭一張畫的是個十三四歲的小姑娘 十分稚氣 鮮鮮秀秀的 單腿站在一塊大石頭上 偏頭正往畫外看 眉目飛揚 顯得十分神氣 周斐訝異的一條眉 隱約想起這是自己年幼時在洗墨江中初見謝韻的模樣 她自己都已經有點記不清了 沒想到謝韻筆下居然還這麼分毫避線 周斐心頭先是微微一跳 不料隨後看見蹄字頓時從感動不已變成了氣不打一處來 姓謝的那倒霉玩意兒給這幅畫起名叫做《水草精小時候》 周斐自言自語道:「你才水草精 你是憋驚?」 第二幅畫面上是個少女 長大了些 面容俊秀 她手裡拿著一顆骷髏頭 正將它往一堆骨架上擺 旁邊一堆床床的黑影 只有一束月光照下來 落在那少女背影上 周斐這回壓住了心裡的波瀾 先去看題 見這張畫上寫的是 《威風水草精之身下地洞 備戰黑北斗八百小王八》 周斐點點點點 她原地磨了磨牙 回頭掃了謝韻一眼 不知是不是她的錯覺 總覺得謝韻嘴角好像還帶著一點壞笑 周斐突然覺得 自己那拖得腳步都發沉的心情實在是毫無必要 這位想得開局勢這麼會玩 看來離死還遠著呢 她暗罵一聲 混帳 憤憤地掀開第三幅畫 第三幅畫上畫著一個年輕姑娘 比前面的少女又年長了些 五官同前兩張如出一折 人卻是微笑的 她身穿一席紅裙 裙腳飛揚 病似鴨語 眉目婉然 站在一大片杜鵌花丛中 背上拎著一把長刀 周斐愣了愣 突然莫名地覺得自己確實應該做一身這樣的紅裙 隨即她又搖搖頭去看謝韻那會畫的題字 題字道 畫中仙乃是 乃是個什麼 後面沒了 周斐莫名其妙地找了一會兒 在角落裡又發現了兩字 你猜 周斐忍不住問出聲道 你這畫名叫你猜 謝韻不出聲 畫卷上卻隨著她的動作落下了一個小信封 上面附了一張字條 寫道 猜錯了 不是你 是我媳婦兒 周斐哭笑不得地拆開信封 見裡面寫過離恨樓與寒鴨聲的熟悉字記 整整齊齊的一整篇 阿斐 謝韻寫道 聽聞你不日將至 很是歡喜 東海之冰 蝦冰蟹匠慎重 皆與你等水草精為同足 佔油鹽醬醋並碎漿末一點 十分未美 你可與之多多親近 謝韻的信裡隻字未提透骨青 也沒有淒淒慘慘地感激她奔波 一邊開玩笑地消遣她 一邊將蓬來一袋好吃與好玩的東西羅列了一個遍 又叫她去翻看枕邊的小盒子 神神秘密地說裡頭有一寶 結果周斐一眼打開 發現裡面是一堆叫她啼笑皆非的貝殼 街尾謝韻又可憐巴巴地央求道 筆墨均以列刺石桌上 成蒙垂簾 長篇大論大好 知言偏語一可 怕你回復一二 燒結五知思念與筆端 然後又話舌添足地叮嘱道 令 筆墨僅供書寫於紙面 誤作他用 周斐本來沒想拿一堆筆墨幹什麼 看了這句話頓時大受啟發 她寧笑一聲 玩起袖子 保湛濃墨 來到無知無覺的謝韻面前 心道 這可是你自找的 她伸手在謝韻臉上比了比 果斷大比一揮 對著端王那張鼻子是鼻子眼是眼的臉上開始臘手摧花 先在她臉上勾了個圓邊 繼而將她眉毛畫成了兩道黑槓 兩邊臉上各勾了三根鬍子 最後額間加了個端端正正的王 話完 周斐歪頭打量了她片刻 還是覺得少了點什麼 於是將謝韻那隻空著的手拉了過來 在她掌心上寫道 欠揍一頓 周斐在火爐式的山洞中盤旋了一會兒 再出來時 來時的猶豫與疲憊不覺一掃而空 陳俊夫頭也不抬道 好 走了啊 走了 周斐衝他一點頭 仇陽還得家去 曹仲坤一死 我爹大概又要開始忙了 回頭我再四處找找 想辦法再弄一枚膠膽來 不必急 有那一點夠燒幾年了 陳俊夫說著 抬手將一個亮灿灿的東西丟給他 拿去 周斐一抄手接住 見那是一件貼身的軟甲 尺寸鮮瘦 觸手輕如無物 沐雲沙 沐雲沙是什麼破玩意兒 陳俊夫笑道 不過這也不是什麼要緊物件 我之餘往剩一點巴掌大的邊角料 做個什麼別人也穿不進去 也就夠你用 老夫給他起了個名 叫做彩霞 怎麼樣 周斐聽了彩霞 這個出臣脫俗的名 一時無言以對 只好甘笑一聲 周斐從謝雲給他留的那一盒吃剩的貝殼裡 挑了幾個頗有姿色的 自己穿了孔 墜在了陳老那漁網邊角料之舊的小山裡 便穿著這一身破爛走了 倘若再去弄兩個帶布丁的麻袋 光著一身行頭 他便能在丐幫裡混個小頭目當當 他打算先回家一趟 跟李景榮覆命 再去周一堂那裡看看他有沒有什麼要拆遣的 倘若這邊是寮 他便想著還得再往南邊走一趟 找找還有沒有其他膠膽可以挖 中原但凡成氣後的武學都有自己的體系 有名有姓有淵源 同名大師說的那種內力倘若有 萬萬不該及及無名 既然在中原武林中便尋不到 周斐便想著 或許可以去塞外和南疆碰碰運氣 為這 他還應了入冬以後去南疆跟楊錦比一場刀 以便指使他幫忙留意南疆的奇人意識 大小事多得足以能排到來年開春 周斐不敢耽擱 墜著一身稀里花啦的貝殼 一路走關到快馬家邊 誰知行至半路 尚未出魯地 他便又看見了四十八寨的煙花 這回放得更巧妙一些 混在了一大堆尋常煙花裡 不像是有什麼急事 倒像是隱晦的通信 周斐半路拉住江繩 望著煙花消散的方向皱了皱眉 不知是不是四十八寨的闖禍精們都被李景榮派出來了 不然怎麼隔三差五便要作個腰 然而既然已經看見了 他肯定不能放著不管 只好一拨碼頭奔那邊去了 馬撒開蹄子約摸跑了有一刻的光景 夜空之中就跟過節似的 接二連三地炸著大小煙花 遠遠地還能聽見放煙花處喧鬧的人聲 路上遇見的人漸漸多了起來 好似都在往那邊跑 周斐一個相貌較好的年輕姑娘孤身而行 總是叫人忍不住多看幾眼 時而有膽大臉皮厚的 想上前同他搭話 周斐小時候便有些生人物盡的意思 這幾年常常險靜行走 武功精靜 身上越發多了些許說不清道不明的氣質 搭話的見他不怎麼吭聲 大多也不敢糾纏 只有一個嘴上生著兩撇小胡子的青年男子 在周斐身邊來來回回繞了好幾圈 還大著膽子上前問道 這位姑娘 你也是去柳家莊嗎? 周斐偏頭瞥了此人一眼 見他骨架很是纖細 領口欲蓋彌彰得高高知起 遮著喉嚨 後背挺得很直 手肘自然垂下的時候 微微落在身後 說話時下巴微收 雖然嘴角有兩撇小胡子 但小臉白得在夜裡是直反光 一看就是貼了個胡子的大姑娘 周斐嗚了一聲 便沒什麼興趣地轉開了視線 誰知那姑娘依然不依不饒地湊過來 衝她說道 這柳家莊真是了不得 家裡老太太過瘦 還不是整瘦 便弄出了這麼大陣仗 怪不得人家說他們富可敵國 周斐對什麼楊家莊還是柳家莊不感興趣 剛想假裝沒聽見 催馬先行一步 突然覺得不對勁 他輕輕一拉縱繩 猛地回過頭去盯著那小胡子看 小胡子住了嘴 端莊地坐在馬上 衝周斐微笑 怎麼是你?周斐總算認出他來 訝異地問道 你怎麼到這兒來了 還弄成這樣? 原來那小胡子竟然是本該在鼠中的吳楚楚 吳楚楚不會像李妍一樣裂開大嘴笑 嘴角的動作 永遠不如眼角的動作大 她彎了彎笑眼 問道 怎麼?不像嗎?周斐哭笑不得地搖搖頭 阿妍給我的 吳楚楚低頭將嘴上的小胡子撕了下來 露出花瓣一樣的嘴唇 我本來覺得不大雅觀 但是看她一天到晚打扮得奇奇怪怪的在山上跑 好像也別有些趣味 便忍不住東施笑平了 果然我還是學不像 周斐走了以後 在四十八寨陪著吳楚楚最多的 也就是李妍了 李妍姑娘自帶一股天生的歪風邪氣 污染力極強 永遠無法跟別人近朱者赤 永遠能把別人帶得跟她近末者黑 周斐又問道 誰送你過來的? 我自己出來的 同大當家說過了 吳楚楚道 偏頭見周斐直皺眉 她便又笑道 你這是什麼表情?大當家教了我一些粗淺的入門功夫 我有自知之明 又不會像你們一樣沒事路見不平拔刀相助 出門自保總是夠用的 大當家?我娘親自教你的嗎? 周斐吃了一驚 隨即又道 怪不得你最近都不寫信問我了 當年他們一幫人從永州回蜀中便有點個笨東西的意思 李盛和周斐常年不在寨中 剩下一個李妍 雖然能與吳楚楚聊作陪伴 但作為弟子的功課很重 再怎麼受寵 李延每日早晚雷打不動的煉功 與李景榮定期的抽查總是躲不過去的 也沒有那麼長時間陪她 吳楚楚一度不知道自己應該做什麼 舊都裡的官家千金們在她這個年紀應該已經學著女工和管家 等著父母之命媒婦之約嫁人了 一生到此便算是塵埃落定 有了定數往後生平起落 都在小小一方宅院之中 榮華落魄 也都悉數牽在夫家榮辱興衰上 可是她如今截然一人 既不是官家小姐也沒有家讓她管 她混激在一群江湖草莽之中 彼此間好似有一條比海還深的鴻溝 債中人待她雖好 也是以理相待的好 不會月祖戴袍的給她安排什麼 而她十多年來積攢的勇氣 在逃亡路上用了個一乾二淨 所剩不過一身的溫良與真淨 並不足以給她指一條康莊大道 至於父母深仇 那已經上升到了國仇家恨的地步 是舊都與精靈之間的鬥爭 她無能為力 絲毫插不上嘴 這種困惑是無從傾訴的 亂世中誰不是把腦袋別在腰間 活著尚且不易 誰有功夫聽一個小小姑女優威又矯情的那點茫然 周肥有一次回家 見吳楚楚實在無所是從 便隨口給她找了點試作 與曹寧一戰裡 四十八寨數十年積累險些毀於一旦 寨中不少門派本就已經人才凋敝 這樣一來更是要沒落下去 前輩們留下的武功點擊 多年沒有人修整編鑽 不是缺頁短字便是留著落灰 很多點擊本身已經急驅熬牙 見或還混見一些前輩們亂七八糟的感悟 朱子百家哪兒的引用都有 極難看破 被一代又一代大字不識半框的粗人們口口相傳 謬誤多得好似篩孔 正巧吳楚楚從小飽讀詩書 周肥便讓她幫著慢慢整理四十八寨的武庫 周肥本是隨口一說 本意是讓吳楚楚沒事抄書解個悶 本來嘛 一個從未練過一天功夫的弱智小姐 靠一支筆去編鑽一個土匪寨裡的武學點擊 怎麼聽怎麼扯淡 可吳楚楚卻好似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真就一門心思地扎了進去 她先是學了些奇經拔麥 任學之類的基礎 大致有個概念之後便又開始抄錄原文 吳楚楚先從保存完好的開始 找那些可以讓她大致通讀的 每每遇到個別缺字 她便絲毫也不敢馬虎 補一個字往往要考證粵魚 她歸秀出身 生性內向 剛到四十八寨的時候 沒事都不好意思和人主動搭話 更不必提討教了 每每有疑問 只能不遠萬里地寫信問周肥 每次來信必是厚厚的一答 有時周肥跑到深山老林裡接不到 咱幾個月回頭一看 能從暗樁裡收到半尺多高的信 信中各種稀奇古怪的問題 常常把自以為基本功紮實的周肥也問得一頭霧水 有些實在答不上來 還要去請教別的前輩 周肥這幾年靜靜一日千里 跟胸懷十萬個不懂的吳小姐也有很大的關係 三年過去了 經吳楚楚修訂過的點集已經有二十多本 雖從數量上看不過滄海一數 她卻已經漸漸摸到些門道 開始試著修復難度大一些的點集 並能寫一些註解了 吳楚楚抬手將一縷掉下來的頭髮別到耳後 笑道 有一回修好的書 被阿顏拿去看 叫大當家瞧見了 她便來問我要不要習武 我本想自己都這麼大年紀了 再開始習武未必還來得及 大當家卻同我說道 古來大器晚成者不勝美舉 有那中年之後方才入門的 機緣巧合也成了一代大家 何況你不過時來的 一輩子長著呢 你又不急著跟誰比武 入門慢一點有什麼打緊 只要肯練個十幾二十年 縱然天資與機緣都一般 只要不去和人鬥勇逞胸 功夫也夠你用了 沒什麼來不及的 周斐愣了愣 此言與當年李景榮傳他破血刀時說的那番話異曲同工 李景榮不愧是年紀輕輕就趕北上殺皇帝的人 再怎麼被歲月搓磨 天性中也依然帶著無癖的我行我素 這些年來 躺不是四十八寨沉甸地壓在他肩頭 他大概又能幹翻活人死人山 成為一方魔頭的潛質 吳楚楚又道 你別說 紙上得來忠虛淺 自己開始學著練一點 跟以前紙上談兵確實又有不一樣 我這回到這裡來 是為了拜會這位劉老爺 周斐問道 此地主人嗎 做什麼的 吳楚楚道 這位劉老爺從前乃是泰山門下 年輕時還頗有些名頭 後來金盆洗手 退出江湖 便接管了家裡的生意 賺下了好大一份家業 我不是最近正在修訂千中派的功夫嗎 李公子說 千中一派最早發源自泰山 武功與泰山體系一脈相承 我便寫了信給劉老爺 想向他請教 周斐再次目瞪口呆 過去連跟李盛多說幾句話 都覺得不好意思的吳楚楚居然相隔千里寫信給陌生人 你叫那貨李公子 我真有點聽不習慣 周斐想了想 又問道 好多人慣於必走自珍 除非拜入自己門下 否則不大肯指點別人 這個劉老爺還真的答應你啊 答應了 吳楚楚開心地說道 劉老爺家大業大 自己雖已不在江湖中 卻仍喜歡接交各路朋友 這些年生意上 也是因為有各路朋友幫忙才能這麼順利 他與我回信說 自橫山沒落 五月這些年也相繼有消聲匿跡的意思 不少弟子尚未出師 便下山各自去討生活了 心裡也覺得十分可惜 再說 我來考證千中與泰山的淵源 相互印證 來日若真有發揚光大的一天 也是好事 周斐也沒想到自己不過隨口一說 吳楚楚居然能做到這種地步 而且還叫他找到了一個志同道合的怪胎願意配合 他不由得感嘆 世間萬事皆在人為 吳楚楚花了三年 已經走到現在這個地步 倘若他當真能三十年始至不渝 這些年中原武林斷絕的傳承 也許真的能在他手裡留下一息言席 對了 周斐問道 方才那煙花是你放的 吳楚楚搖搖頭 劉老爺家高堂過壽 今日途經的三教九流都能到他府上沾個喜氣 我本想著他們家今日客多 必定亂得很 便不去添亂 過兩天再前去拜會 結果方才看見煙花禪訓 這才順路過來 兩人說話間便混進了前往柳家莊蹭飯的大部隊裡 劉老爺可能果然頗有大方好客之名 往來柳家莊的有風度翩翩的 也有一山藍綠的家樸訓練有素 一概笑臉相迎 張燈結彩的莊子裡已經坐不下了 流水的宴席一直擺到了門口 與主人家說幾句吉祥話 隨便坐下即可 吳楚楚既然已經來了 便同家蒲抱上了名號便附上與劉老爺的往來信件 家蒲一路小跑的跑到莊子裡報訓 周斐等待時無所事事 百無聊賴的四下瓢 突然 他在人群裡看見了一個頗為熟悉的人影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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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